就被打成这样子了 挺形状硕 留着光头的大陆男子 身上除了有显眼刺青 还有大片被殴打的伤痕 虽然带着江湖气 但讲起话来虚弱又吃力 男子整张脸 眼睛嘴巴也严重红肿出血 会伤那么重 是因为他被诱骗偷渡到缅甸 从事电信诈骗 如果不乖乖听话 就会被一阵毒打 在被救出后最想联系家人 而他不是个案 包括安徽学生 广东上班族 都发生被骗去缅甸 从事诈骗死里逃生的案件 防疫管制松绑后 大陆民众被骗到缅甸 从事杀猪盘电信诈骗 甚至被当成主宰贩售案件暴增 大陆驻缅甸大使馆14号发布公告 和缅甸官方联合执法 解救多名被困在缅甸的大陆公民 中缅杀猪盘问题 长久以来难以解决 大陆外长秦刚 5月初访问缅甸时 要求缅甸应该严厉打击 网路诈骗犯罪 3月下旬 大陆驻缅大使 也针对网路诈骗犯罪 会见缅甸副总理 大陆公安部 缅甸国家警察局 泰国国家园警总署 还在曼谷举行 人口贩卖问题 三国三边会议 TVBS新闻夜 群红李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